给大家分享的是 女子倾诉 灵魂离开身体后的经历 颠覆你的认知 一起来听 人们常说 死亡之后 灵魂就会从肉体当中跑出来 但对于灵魂的存在 东西方有着不同的观点 古代认为 好人的灵魂会去到天堂 那些坏人的灵魂会去到地狱 在西方就认为 死亡之后 灵魂会从肉体中游离出来 最后被上帝收取 到了如今 还是有着许多人在探索 并发出一些疑问 人真的有灵魂吗 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死亡又意味着什么 是生命的结束 还是另一个开始 有一个故事 也许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有一个灵魂出窍过的女子 倾诉灵魂离开身体后的真实经历 一 灵魂之旅 故事发生在八年前 这次的灵魂之旅 令我印象深刻 而且也通过这次的经历 彻底改变了我 我小的时候 家教是比较严的 并且我也是一个不信宗教 排斥违新主义的无神论者 但是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颠覆了我的三观 让我对原来的认知 又有了新的看法 那一年是秋天 我的身体不太好 咳疾总是发作 当时我只好去附近的诊所 掉点滴 晚上的时候 前一批青霉素刚用完 吊上又上了另一个新的批号 大约半分钟以后 我听到一阵很刺耳的声音 好像是火车经过一样 我忽然坠入了一个黑暗的隧道 向前冲去 无法停止 也无法返回 说不了话 就算是试图挣扎也做不到 我感觉 自己就像是某种物质威力 在一个没有尽头的轨道里面猛冲着 但我的意识是十分地清醒 感觉不是像在做梦 我感觉应该是药物的影响 也许是新患的批号出了问题 但是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迟了 因为感觉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世界 我吓坏了 惊慌 无可奈何 很绝望地漂浮在永无止境的隧道当中 虽然明知道躯体是躺在病床上的 但是现在已经回不去了 这就是死亡吗 但是为什么意识如此清楚 难道只是与刚才的世界隔离 没有消失 我带着一串问题继续思考 我没有感受到痛苦 轻飘飘的 反而感觉很舒服 因为冥冥当中 好像有着某种意识流陪着我 给我答案 回复我内心的疑问 安抚我此刻的心情 我不知如何形容那种意识流 它无声无形 宽宏明亮 温暖慈祥 可以解答我一切的疑问 如春天之阳光包围我 引领我 我明白 那是某种高于我的灵魂 或称为先知 智者 以心灵感应到的意识 传递方式 向我昭示世界的本质 生命的真谛 为我打开生死的大门 看到生命的另一面 我不知何时 不再置身黑暗冗长的隧道 而是一片明亮 温暖 洁白的世界 我感到彻底的解脱 一切苦恼离我而去 永恒的凝合与幸福 我的意识冒出一个又一个问题 关于世界的本质 关于生命 关于生死 随着意念所到之处 它将答案一一展现于我眼前 世界是物质威力组成 威力流动聚合 而形成世间的万千巨像 譬如门前那棵树 在人们的眼中 它是实实在在的一棵树 而在我们这里看到的 它是一堆聚合成树的形状的威力 威力在永恒地循环着 流动着 我的确看到的是一个 威力聚集 流动的万象世界 我的肉体 依旧躺在那里打点滴 意识却随它指引 看到诊所门外的树 我也是物质的威力吗 是 人体也是无数威力的聚合 流动 组织代谢 交换等 都是物质威力的流动 此时的你 确切地说是我的灵魂 也是物质威力的一部分 处在循环中 所以 威力此时 具为某形 流动 进入循环 流往他处 进入另一聚集 为另一具象 如此循环 无声无灭 这便是永恒 这便是世界的本来灭目 人体就像是一个电视机 而灵魂 其实就是电视节目的讯号 虽然电视机总是会老化 但是讯号是不会消失的 而人类的肉体 只是物质威力的聚合 成为一种载体 无论作为物质威力 还是作为一种能量 都是不会消失的 也就是说 死亡其实是生命的 另一个阶段 正如你此刻体验的 灵魂清楚真实地存在着 思考着 只是与肉身所处的世界隔绝 无法沟通 仿佛隔着玻璃门 你可以看到门外的一切 但他们却感受不到门内的你 你无法传递此时的状态 亲人们因此无法了解这个真相 才会按照世间对于生死的理解 为你痛彻心扉 这时我担心父母看到我这样了 该多么伤心 孩子太小 无法独立 这些念头一闪而过 这时的我处于非常奇怪的状态 意识的我与肉体的我不是一体 是分离而又联系的 可以同时感受几个不同的空间 我的意识一直在另一个空间 与意识流谈论着 看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同时也在身体所处的世界 敏锐地感受一切 对周遭的一切动若观火 可能是意识速度太快的缘故 周遭的声音传进耳朵 是缓慢有延时的 我的意识悬浮在身体之外的上方 指挥躯体深深吸气 常常呼气 这个动作表示活着 医生过后告诉我 无法理解 当时我为何 适于平时完全不同的潮湿呼吸 医生进来查看 悬浮的灵魂 指挥躯体挤眉弄眼 引起医生的注意 死死抓住医生的手 因为只有这个人 才可以把我带回来 念头刚转 便觉灵魂向下脊坠 一阵天旋地转后 终于与躯体合而为一 我睁开眼 坐了起来 狂吐不止 吐了很多不明液体 身体变得空荡荡的 医生诧异 小小的胃 怎可以装下这么多东西 这个过程大概就是骨壁 头顶上挂满了 二十多个空药瓶 看来医生已经竭尽全力 抢救我回来 我向他讲述了刚才四个小时 我所经历的事 他沉默地听着 脸色苍白 我想他是吓坏了 他陪了我一整晚 我一点责怪医生的意思也没有 因为他的错误 我才经历了这一切 洞察了此案与彼岸的世界 消除了对于死亡的最大的疑惑和恐惧 令我对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认知彻底改观 从此 世间的名利纷争 在我眼中变得毫无意义 我开始关注人们心灵的苦难 幸运的是 我用自己的这段体验 给临终的老人 癌症患者 痛失亲人的人们 等正经历恐惧 绝望 精神痛苦的人们 提供心灵的援助 让他们获得了解脱 常怀慈悲与关爱 令我的生命充满喜悦 根据该女子的叙述 可以知道 这是女子的冰死体验 也许灵魂真的是存在的 有一些科学家 也做过这样的试验 他们对那些 即将死亡的人进行称重 等他们死亡之后 就再一次做出测量 让科研人员没有想到的是 发现人在死亡后 体重是有所减少的 这个重量大约是21克 科学家认为 这21克是人们所说的灵魂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 科学家们发现了量子力学 这一理论就在说 大脑中的意识就是灵魂 我们死亡之后 意识会从大脑当中独立出来 但无论是科学的解释 还是人们的叙述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 灵魂是有可能存在的 解释这个世界的方法 多种多样 我们从这其中 也明白了很多 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 这个世界 所谓的名利 最后都变得没有意义 我们只有关怀别人 保持着善念 让众生解脱 获得发自内心的喜悦 而对于死亡来说 也许不是结束 是一个新的开始 就像佛教中所谈论的 轮回转世 循环往复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